FI美积极降低库存 同时针对了生产项目进行调整 希望今年的营运能够加速 可以转亏为盈 爱美表示透过调高产品售价 希望能够提高5%的营业收入 也强调今年第一季的表现 渴望比去年成长 以风扇电暖气称霸 中国大陆以及日本市场连续5年获利的FI美 平均EPS超过3块钱 但去年降雨时间拉长 造成消费者购买意愿也跟着降低 库存情形严重 让营运首度出现亏损 希望透过产销体质改变 快速稳住阵脚 它今年会占到我们全年的 公司的营额的55% 因为我们上半年是电扇 是主力商品 去年大举进军电子商务 营收从13亿元大幅提高到18.5亿元 但是毛利却比传统通路下滑两个百分点 加上大陆劳工成本一年比一年上涨 不利毛利回升 爱美透露今年要大砍三分之一 日本小家电产品输货项目 从350样产品减少到270个 利保销售金额提高百分之五 当然我们会看这个整个气候的条件 一定会是成长的 今年要简化产品设计 把简单的机种移到大陆酒浆厂生产 预估第一季营运表现会比去年 同期成长 挑战提前转亏为盈 林志远 陈薇佑 台北报导